香港7 7在暴反政府游行 这世纪7 一大游行和立法会被少数蒙面人破坏后的首次游行 香港陷入一场政治危机 香港示威者继续对侵北京的行政常官林郑保持压力 并试图争取大陆民众的理解 今天数万人参加的香港7 7游行 是数周以来 游行者首次将抗议活动从港岛移到与大陆相连的九龙半岛举行 游行的出发地选在大陆游客集中的尖沙嘴 抵达的选在香港开往大陆的西九龙高铁车站 香港政府在民众大规模游行的压力下 宣布冻结逃犯条例修订法案 并未平息港人的愤怒 香港的反逃犯条例运动已扩展到更广泛为 要求进行民主制度改革 终止对香港自由的侵蚀 法新社说 在中国 信息受到网络长城的严密封锁 中国官媒强调香港发生了暴力示威 是外国势力为使祖国动乱而策划和操控的活动 中国官媒不让读者知道 香港发生的是反北京当局强化控制香港的大众抗议运动 据香港七 七游行者最初在加密电子邮件和在线论坛上介绍 他们想要通过七 七游行 向中国大陆人介绍香港爆发大游行的原因 一位名叫Edison N.G.的18岁的示威者告诉法新社说 我们要向游客 包括中国大陆的游客 展示在香港发生了什么 我们希望他们将这些理念带回中国 不过 据纽约时报7月2日公布的一项调查 大部分中国大陆人 甚至许多在境外可获得全面资讯的大陆精英们 都不赞成港人为捍卫一国两制不受侵蚀所作的抗争 港府向中国引渡逃犯的法律草案 导致香港陷入政治危机 香港人多次举行大规模和平抗议活动 并出血一系列警民冲突和少数人冲击破坏立法会 示威者要求港府撤回逃犯修例而不是冻结 要求对警方用催泪瓦斯和橡胶子弹攻击示威人群进行调查 要求当局释放被捕人士 要求亲北京的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辞职下台 法新社说 在香港政府与示威民众之间 北京当局选择全力支持香港政府 要求港府对有暴力行为的示威者展开刑事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